这套东西是我们的精心之作 我一直在想 一千年以后 我们现在收藏很多东西都千年以前 你比如拿个宋朝的东西就够一千年 拿个唐朝都一千三百年了 我就想我们现在有三百六十五套 如果跨越一千年以后 如果能有一套 留在一千年以后 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 它能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追求 我们毕竟度过了破坏文化的时期 我们现在有一种文化的觉醒 有一种自觉的追求 我们除了对文化的追求 对美的追求就日益加重 每个人从内心隐隐约约感到 他东西的气形之美 它的所包含的内在之美 超出了我们过去对物质的一个追求 我们过去就是说 只要茶好 拿什么喝都行 打茶缸都行 今天不行了 今天茶好 一定要配一个好的茶具 我们过去有个土画 叫柴米油盐酱醋茶 琴棋书画 十九花 说前面都是俗事 后面都是雅事 你看柴米油盐酱醋茶 但你知道吗 俗事中最雅的就是这茶 那雅事的七项中 琴棋书画 十九花 没有一项敢跟茶去比 今儿就说到这儿